熊本在熊本的頂泰豐 非常享受 台湾的味道 我去台湾 我們去台湾 你為什麼要吃什麼? 小碗 小碗 排骨炒飯 我腹太多了 我也很驚訝 我還沒吃過 我沒有去台湾的日本 所以很興奮 但是價錢很高 我們去台湾 走吧 我們今天吃的頂泰豐 是在熊本室內的賀屋百貨 哪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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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結果7樓是餐廳的 所以是在7樓 7樓 手不踢上來之後就是頂泰豐 天啊!好好吃喔 台湾的小籠包 雲丹的小籠包 小籠包 我們一坐到位子上 他們就送了Jasmine過來 對 我們當你怎麼這麼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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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那個 可愛的小籠包 我們點完了 我們點完了 我們兩個點了 我們兩個點了蠻多的 等一下來跟大家做介紹 先跟大家介紹的菜單 首先呢 這裡有熊本限定的菜單 為什麼? 酸辣湯麵 啊!酸辣湯麵 你知道嗎? 對 台灣的原來的菜單 很酸辣湯麵 嗯... 很酸辣 很酸辣 很酸辣湯麵 有酸辣湯麵 又有小菜、沙拉、甜點 還有一個包子 喔!很大 這個價錢很便宜 然後頂泰豐這裡還有套餐 是附上喝到飽 這裡是人頭計價 所以這個套餐有七道菜 就加上喝到飽 一個人是五千日圓 一個人是五千日圓 那這個呢 就是飲料菜單 這應該比較多是酒吧 因為日本人喝酒比較多 啊!熊斗辣湯麵 好酸辣湯麵 好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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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價錢 然後呢 這個是頂泰豐的套餐 這是台灣的泡 對 然後文章的話是點這一個 螃蟹炒飯 還有四個小籠包 還有湯跟小菜 那你還在一起嗎? 他其他還有牛肉麵啊 酸辣湯麵 還有蝦仁炒飯 蝦仁湯麵 那基本上他們全部都會附小籠包 這價錢其實比單點還要便宜很多 所以其實點套餐比較划算 然後因為現在是夏天 他們這裡就有冷麵 冷雞湯麵 跟冷番茄乾拌麵 熱的時候有什麼東西吃嗎? 蜂蜜和鶴酥酸嗎? 蜂蜜? 蜂蜜 我蜂蜜 那我們現在進入正式的菜單 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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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打開給大家看 一翻開就是鼎太風的故事 小籠包 有一般的小籠包 還有干貝小籠包 還有蜂蜜 的小籠包 還有松露小籠包 沒看到小籠包 四個是560日圓 六個是840 因為我們兩個點的菜來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繼續介紹這個Menu 現在吃東西 我們兩個點的蝦仁春捲 好長喔 這個一根是350日圓 兩根是700日圓 好貴 要摸一次嗎? 對啊 然後還有文當的小籠包 小籠包 好香喔 哇 哇 湯汁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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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喔 我吃飯的會好吃嗎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文當的螃蟹炒飯來了 真っ白 真っ白 文當的螃蟹炒飯來了 來吧 你看看 你看看 真的嗎? 很燙嗎? 很燙 很燙嗎? 很燙嗎? 好大 好大的螃蟹啊 蟹炒飯來了 嗯 蟹蟹 然後是我的辣餛飩乾拌麵 看這個辣度是不是看起來就超好吃 然後還有文當點的蝦仁燒賣 蟹 蟹 這是我的糯米豬肉燒賣 好多 我要先吃剛才先到的這個蝦仁春捲 蝦肉好飽喔 好吃好吃 好大 好大 好燙啊 好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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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米苗是好燙 對 有點脆脆的 嗯 對對對 你好可以形容 因為日本人都比較怕辣 我覺得應該比較少能點這個麵 可是我們台灣人就是喜歡吃吧 這個餛飩也超好吃 嗯 餛飩很好吃喔 因為這裡點主食還有豬湯 這是一般的紫菜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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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怎麼唱很有名的 是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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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肉燒賣 寫著蝦肉燒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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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上面的燈還等下 這樣幫我們拿一個 肉燒賣 對 給大家近看下 我們門版超愛的蝦肉燒賣 可愛 可愛喔 可愛 一般比較少這種造型的燒賣 超燙 奶油和肉燒 超好吃的 好吃啊 跟蘇某一起吃比较不足的 嗯~~ 你一個人就吃了整容燒賣 其實我們兩個剛才本來有想要點青菜 一小盤就要八百日圓 我們就放棄了 不要玩啦 好死蛋 好笑 好笑 沒有啦 昨天台山火力也吃了嗎? 沒有啦 超好吃的 不飽不飽不飽 好像最近就說中午後會更好吃 就說中午後會更好吃 就說中午後會更好吃 中午後會更好吃 中午後會更好吃 對 我覺得這個粽子小籠包 可以不用點 吃完了 好吃 真好吃 我們現在終於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Menu了 剛才介紹完小籠包現在跟大家講一下餃子跟燒賣 這邊應該跟台灣差不多吧 然後就是饅頭跟粽子 我自己覺得他們的粽子還好 可以不用點沒關係 然後接下來是小菜 這地方應該跟台灣差不多 可是你們看價錢 像一盤小黃瓜要日幣四百八 台幣一百多塊吧 所以我們兩個剛才就點不下去就沒點了 然後還有香腸阿烤膚跟造星醉雞 其實我很想要給文章吃造星醉雞 可是因為它這個量真的太多 我們吃不完所以就沒點了 所以因為台灣比較多人去吃的時候就點點看 然後是湯跟青菜 還有蘿蔔糕炸蝦春菌 我們剛才點這個 然後還有遊靈雞 遊靈雞台灣好像沒有吧 我們剛才猶豫的還有這個草青菜 可是你們看這草青菜一盤就要八百日圓 還要加稅喔 所以是八百八十日圓 然後A菜還是一千日圓 我們剛才就點不下去 麵類就一般啦 還有牛肉麵跟排骨麵 然後是文章最愛的炒飯 林泰鳳有名的炒飯 好吃 然後是甜點的部分 甜點的部分我本來以為有巧克力小籠包 結果沒有欸 可是它有芒果小籠包 然後呢是芝麻包還有一些杏仁豆腐 就差不多這樣吧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看我們兩個今天吃的總共多少錢 多少錢? 6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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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是 你們看看 5456日圓 覺得很便宜 但我覺得很便宜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我們今天點這樣多少錢 首先是文章的螃蟹炒飯定食是1914日圓 哇這樣是2000日圓 2000日圓是台幣600多塊吧 然後是蝦仁豬肉沙脈 748日圓 還有糯米燒賣704日圓 蝦仁春捲770日圓 還有我的餛飩肝拌麵是1320日圓 這樣看真的價錢比台灣貴很多欸 今天就沒辦法去台灣 沒辦法 我們來吃六千塊嗎 沒辦法 沒辦法 所以你來最愛的餛飩嗎 那你最愛的餛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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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文章這個藍色的口罩 是他們公司的人發給他的 很可愛的 我挺喜歡的 我喜歡的 醫療三大 你是醫生喔 可以拿一袋子嗎 拿一袋子嗎 拿一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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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是台灣的辣子 我真的記得 大家還記得文章去買了衣服茶的化妝水嗎 可是後來發現衣服還是要施膚比較有用 所以我跟文章竟然去買衣服茶的化妝棉 你先知道我 你先带我去吧 你先带我去吧 開心啊 那你跟大家說拜拜 那再見 拜拜